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韩 好久不见 大家最近怎么样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新镇洞学 做客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想采访在我新镇洞学 因为听说今天是新镇洞学的生日 想问一问他过去一年的变化 也想知道他的生日愿望 那么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看吧 新镇洞学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yo y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新城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新镇洞学 过去这一年你有什么变化 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过去这一年 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父亲的去世 这个对我影响很大的 因为死亡是没有答案的 所以你需要接受 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但是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要继续生活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爱家人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能做的 新镇洞学 那过去这一年 你觉得你在工作方面 有没有进步 学到了什么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工作方面 我觉得进步很大 无论是工作方式啊 工作能力啊 工作方法啊 都有所提升 也有所转变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不同的工作 不同的工作方式 也谢谢领导 谢谢同事们的照顾和帮助 真的很高兴 在过去的一年 得到了进步 也收获了成长 新镇洞学说的对 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 我也很为他高兴 我们下一个问题 新镇洞学 过去年在感情方面 有什么收获呢 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小韩你好八卦 爱情我觉得 学会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要学会去爱别人 学会去照顾别人 也照顾好自己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爱 关于结婚计划 不要这么八卦 如果有好学 一定会分享给大家的 新镇洞学 你有什么生日愿望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没有什么生日愿望 生日愿望就是 好好生活 活在当下 做我最好的自己 继续努力 有很多想法 都在慢慢地去实现 我觉得最主要是踏踏实实 认真去工作 慢慢地去改变 希望明年可以实现 更多的自己的想法 好的谢谢新镇洞学 今天接受我们采访 看到新镇洞学的变化 我也很高兴 希望新镇洞学越来越好 明年可以实现 他的梦想 实现他的所有的想法 我们下期见朋友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